好兄弟中奖说他养我 于是我发朋友圈炫耀 后半辈子有人养了 没想到的是老板半夜发消息 你要辞职 他给你多少钱 我给你双倍 别走 他怎么养你 没准我也行 别辞职 我摸着下巴思考 老板有未婚夫的呀 他想干啥 让我当小三 我真诚地回复他 老板 做三不上班 上班不做三 人没有精力同时干两样工作 睡觉前兄弟给我发消息 傻狗 你记不记得上次我让你帮我挑了一个数字 彩票中奖了 他给我发了截图 中了五百万 最后一个尾数是我给他选了 这奖金有你一份 臭宝 以后我养你 明天我带你做全身索取 从他的话语中很明显地感受到了他喜悦的情绪 谢谢臭宝 以后靠你了 我把我俩的最后一句对话截了图发个朋友圈 以后有人养了 最喜欢吃这种毫不费力就能得来的软方 随手和老板发了消息 老板明天我想请一天假 然后锁平继续睡觉 梦里我和兄弟两人肩膀搭着肩膀戴着墨镜 吹过我们头发的风都飘着五百万的味道 身前挤着穿着白裙子 但是不穿安全裤 随着风吹有意无意露出春光的女人 给我们提着各个品牌的购物袋 早上睡醒时 绿炮炮炸了 半夜两点的时候老板回了消息 刚开完会收到你的消息 最近不是很老 想休息就休息吧 不舒服就好好休息 虽然我还在外国出差 但是我的私人医生在你家不远 如果你有需要我让他随时过去 柳如烟又回答 你发的朋友圈什么意思 你不是没有女朋友吗 怎么忽然有女朋友了 他要养女 你要辞职 贺强女人不可信 女人的嘴骗人的鬼 不要轻易为了一个女人辞职 还是认识不久的女人 我想了一下 最近工作比较多 抱歉我不能允许你的请假需求 半夜三点 贺强他给你多少钱 他给你多少我给你双倍 别走 他怎么养你你和我说说 万一我也可以呢 商量商量 别辞职 我摸着下巴思考 老板有未婚夫的呀 当初高薪把我 从上一家公司挖过来的时候 听见有人讨论说 老板有未婚夫 千万要和老板保持距离 他想干啥 让我当小三 我真诚地回复他 老板 做三不上班 上班不做三 人没有精力同时干两件工作 老板秒回我 做三不上班 我也不能为了当你小三 就不上班了吧 这么大的公司怎么办 可我笑了 他好装啊 多么大的公司 一年前把我挖过来 公司一共就五个人 老板前台保洁 和我一个小画师 还有一个跟着老板跑的司机老陈 要不是我求没钱开公司 这位只能让他一个女生坐上 我都怕这公司 哪天突然一下倒闭 偏偏他还经常飞国外开会 我都怀疑我进的 是不是诈骗公司 经常给我一个任务 让我做三个方案 方案交给老板后 老板就飞到国外开会 一年了 一个合作商的面 我都没见过 要不是每个月准时 给我八千块钱 加上各种奖金数目 还算可观我早就跑了 克强你就说他有多少钱吧 我回 五百万 我吓死你 柳如烟道才五百万 等我回去我给你一千万 不许辞职 他好狂啊 才五百万 五百万的形容词是财 这已经是很多人 半辈子都挣不到的数字 等等 我CPU有点烧 他说他要给我一千万 还不许我辞职 我有一千万 我为什么还要工作呢 真是笑话 柳如烟道上飞机了 回去说 兄弟纪伯达打来电话 傻狗 下楼啊 反正我也已经和他请了假 大不了扣我一天工资 我屁颠屁颠地跑下楼 找到了他的车 你也请假了 纪伯达冲我一笑 我把老板开了 早就不想受那鸟气了 加班时间快比上班时间长了 反正手里有钱 换个轻松点的工作 兄弟做销售工作 短短三年有车有房 每个月的工资 还了贷款剩不下多少 他每天确实很累 我也开始思考起来 我要不要辞职的问题 纪伯达开车 到了我们平时 根本来不及的商场 兄弟对我说 兄弟 今天买东西不用看价钱 喜欢就拿下 他太帅了 但是我很清楚地知道 这笔钱是他的 彩票是他买的 我也就只选了一个数字 他可以坦然地和我说 这笔奖金的存在 是对我的信任 我不能因此得寸进尺地 一再向他索取 我这人本来就比较宅 能不出门就不出门 公司和家里两头跑 这种全是奢侈品的商场 我还是第一次来 刚进门的香水 我也就呛得我有点发晕 兄弟凑近突然眼神发亮 我去美女 我跟着她的视线凑近 哪里 兄弟指着挂在商场里的 大幅海报 一款即将上线的游戏 四个卡通形象的美女 大大的挂在商场正中央 只是我看这几个人 越看越觉得有点眼熟 而我再次确认了兄弟的视线 他的目光并不在 这几个卡通形象上 而是他们背后的女人 一张女人的照片 我不敢置信地去 核对照片下的名字 原由娱乐CEO柳如燕 坏了 他看起来好像真的 有一千万的样子 兄弟逐渐花痴 这也太美了吧 你说一个人 有没有可能财运和桃花运一起来 我撇铁嘴屁的 他不长这样 海报里的柳如燕 笑起来很好看 带点温柔清河 确实很美 可是现实里的柳如燕 高荣无情 说话简洁 让人看见他 就想离他八百名远 你认识 我老板 认识柳如燕之前 我只是一个画漫画的 后来画漫画的钱养不活 就找了一家小工作室画插画 柳如燕不知道 从哪里找到我的绿泡泡 就连我当时的老板 都推荐我去他那里 可我说柳如燕的公司多么大 多么有机会 我知道 这不就是变相开除我吗 无所谓 有钱挣就行 工资翻一倍 我签了柳如燕 给我的三年劳动合同 被他的司机 带到现在的公司 我才知道 前任老板的画柄技术有多绝 柳如燕每周都会来一两次 办公室很小 小到柳如燕 没有自己的办公室 只是坐在我对面的 豪华办公桌前 一坐就是一天 他来的时候我都不自负 老板坐对面 我手里还没工作的情况下 也完全不敢摸鱼 只能画一点之前 还在连载的漫画 装作有事做的样子 每次我担心公司 会不会倒闭的时候 月底的最后一天 总能在上午十点时 收到一整月的工资 让我安心 兄弟带上一款豪华手 问我这个款是好看吗 还行 我满脑子都是柳如燕的样子 因为我刚刚去搜索了一下 他的名字 简直震惊 一般没有人上班 第一天去搜索 软件里搜老板的名字吧 只要收到工资 大概没人在乎他的身份吧 一整天我心神不明 总在担心我那么笑话 回了消息 公司不到半小时 公司的门被推开 我坐在工位上 老老实实地等他 他伸手扯了扯胸前的扣子 眼里都是疲惫 说清楚 我想到了今天的问题 如实地回答他 我没打算辞职 他轻吐了一口气 很好 但是这个公司 不是总公司吧 我抬着头不敢看他 我在胡说八道什么呀 很显然柳如燕也没听懂 什么意思 你外边有其他公司吧 问有几个他点头 那这个公司是 离你家境 你上班方便 我突然想到我之前发过的朋友圈 请赐给我一个钱 多是少一家境 还不用和人社交的工作 我还以为是菩萨显明 没想到是因为柳如燕显明 他轻扣了一下我的桌子 不过我也确实想和你商量一下 你愿意去总公司工作吗 公司有安排的宿舍 游戏下个月就要上线 我可能没时间再过来了 都听老板安排 好这周还有三天时间可以搬家 找搬家公司的钱我报销 下周你来总公司 地址绿泡泡发你了 柳如燕转身走得利索 我吓得都忘了问他一千万的事 搬到了老板发来位置的地址 输入他给我的密码 大平层 两室一厅 大阳台 窗外是将近 傍晚时透过窗户看外面 像一幅油画一样 不愧是柳如燕选的地方 若这么有格调 不敢想象 宿舍的待遇这么好吗 比我之前自己花三千块租的房子 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装修也很简洁有格调 我发道 老板你确定这是宿舍吗 宿舍没地方吗 这个房子有人住 但是不经常去 你可以当作合租 谢谢老板 那等宿舍空出来 我再搬过去 柳如燕又回到这个小区很安全 安心住 家里一个房间关着门 我把行李放进了旁边 开着门的次我 把次我收拾出来住下 周一我骑车 到了柳如燕发给我的大厦 还不知道具体在几个 刚进大堂 一个男人迎过来找我 是贺强吗 我点点头 是的 一个穿着黑白色西装 烫着黄色卷毛的男人 冲我微笑 我没忍住打量他一下 头发顺滑带着光泽 西装商务却不暴露 刘董让我在这里等你 请和我来吧 等电梯使我问 不好意思 之前都忘记问了 我工作在几楼啊 你的工作区域在27楼 刘董在28楼 我忍不住感叹 居然有两层 好有钱 原来我的前任老板 居然没骗我 一腾成一愣 不是两层 是一栋 这栋大厦都是刘董的 不过20楼以下是其他业务 20楼以上才是游戏板块的工作区 我没克制住吸了口凉气 他带着我到28楼 敲响了女总裁办公室的门 里面有男人开门 还是熟人 又见面了贺强 他冲我微笑 这不是天天跟着柳如烟 跑的司机老陈吗 虽说喊他老陈 但是他好像比我还小两岁 他礼貌地伸出手 正式介绍一下 我是刘董的特别助理陈寒 他打开门后 看到左右个一张办公桌 两张办公桌往里走 还有一道大门 陈寒和一腾成 一人一侧推开大门 示意我进去 好家伙大沙发 巨大办公桌 超大落地窗 阳光洒进来 照得整间办公室金灿灿的 在这间办公室工作的话 没有人不喜欢上班吧 这一间办公室 比之前整个小公司都大 原来这才是柳如烟的办公室 我在漫画里都不敢画这么大 真是见世面 柳如烟在电脑屏后面微微侧头 来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支钢笔 一千万给你支票方便取吗 我有点耸了 不用了老板 都是开玩笑的 他抬眼盯着我看了几秒 开玩笑的 你不是说有人要给你五百万羊子 他没有五百万了 我凑近扣着手指 扣了税就剩下四百万了 拿出去一百五十万 还了剩下的车贷房贷 就剩二百五十万了 柳如烟忽然带着心疼的眼神看我 既然是开玩笑的 那就准备工作吧 游戏快上线了 这个角色组长位置 一直给你留着 可是我没做过组长了 他把钢笔又盖了起来放回抽屉 让伊藤诚教你 你的水平没问题 相信自己 伊藤诚又带着我去了二十七楼 伊藤诚在前面走 我跟在他后面 一路上遇到的人都会客气地喊一声 伊特主 伊藤诚只是点点头 像是我看过的电视剧主角一般 独立的办公室 这一层都只为了其中一个角色服务 伊藤诚带着我走到独立办公室 门上贴好了牌子 组长贺乔 伊藤诚走后 我坐在办公室里收拾东西 这办公室并不算太隔音 隔壁茶水间的谈话 我能听得一清二楚 看见今天新来的人了吗 好像和刘董有关系 以后坐视小心点 刘董不是有未婚夫吗 我听说就是伊特主 不会吧 可是他们看起来不亲密 这不是在公司吗 肯定不会太过分 不过听说贺组长和刘董的关系也不一般了 刘董点名空降来的 茶水间里几个人你一句我一句的开口 原来伊藤诚就是柳如烟的未婚夫吗 没有人会不喜欢伊藤诚那种人吧 就连我一个男人都会不自觉地被他吸引目光 没工作干就把辞职报告拿给我审批 工作时间是让你们用来背后讨论人的吗 伊藤诚的声音响起 吓得我也跟着一机灵 办公室的门被敲响 我小跑过去给伊藤诚开门 没想到门外不止伊藤诚 还有柳如烟欢迎你来 今晚我请客 只有我们四个 再拒绝就太不给老板面子 我微笑着开口 好啊 伊藤诚拿起手机 我去预定 柳如烟关上了办公室门 别误会 伊藤诚不喜欢女人 我看向她的眼神瞬间多了欣赏 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戏哥马男人 柳如烟默默地翻了个白眼 别瞎想 她也不喜欢男人 她的脑子里只有工作 工作狂无被楷模 我看她的眼神更欣赏了 晚间的饭局上 伊藤诚和陈特助似乎对这种 和老板一起吃饭的现象并不起光 我也就渐渐放松了下来 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我画的雏形 怪不得之前有一笔项目奖金那么多 我这人本来就不太擅长和人交流 正常工作还好 可是平时他们聊其他东西的时候 我完全参与不进去 我想过柳如烟的公司不小 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大 来之前我以为每个人忙自己的工作就好 没想到有这么多时间去聊别人的八卦 我只能给纪伯达发消息吐炮 我好像果然不适合大公司 纪伯达到累了就辞职 我现在手里这点钱虽说不多 但是养你十年八年饿不死还是没问题 而且我装修的时候给你留了房间 你过来包吃包住 这个世界不能没有兄弟 谢谢你纪伯达 有你在我就好多了 但是这个项目没完成 等结束再说吧 工作内容熟悉得很快 伊藤诚和陈特助都很照顾 每天伊藤诚都会带我一起吃早中晚餐 他说这是公司福利 只是偶尔柳如烟不忙的时候 晚上也会带着陈特助一起 伊藤诚和陈特助都不拒绝 我也不好说什么 只不过接触多了才发现 柳如烟不是印象里那么高冷严肃的女总台 她很严谨 很理性 但是脾气性格算得上稳定温和 很少见她对人发火发脾气 那只存在我的想象中罢了 有的时候我会猜想 什么事情能让柳如烟着急呢 她好像看起来对什么都很平淡的样子 好稳定想看 周末休息时打开漫画软件 后台跳出来很多催更消息 大大什么时候更新呢 换到现在的公司两周 完全没时间摸鱼 不光是业务忙 人也多 生怕被别人不小心看见我利用工作时间画画 之前在那间小公司的时候 每周摸鱼都能更新两三张 现在居然两周零更 都怪那个榜一大几 礼物打赏的钱比更新全勤的钱还多 养成了一个忙起来就不暗示更新的坏毛病 在评论下面回复道 最近工作有点忙 我会找时间更新的 周末紧急赶出来一张传了上去 没想到周一柳如烟把我喊到她的办公室 陈特助的车停到地下车户时 栏杆自动打开 柳如烟看着陈特助 你先回去吧 我顿感尴尬 老板倒是也不用送我上去 柳如烟已经自顾自的按了电梯 之前我说过 你当这房子是合租就好 合租室友今天因为下雨 所以选择就近的这套房也很正常吧 你是说这套房是你的 我惊讶的说话变得结巴 因为之前他说当作合租就好 所以被关闭的那间卧室门我从来没有打开过 之前租第一套房子的时候 也曾经住过五人合租的房子 男女都有 倒是不奇怪 只是和老板住一起 好像是有点奇怪的 他在电梯里笑了一声 按了18楼和19楼 逗你呢 你住的是我哥的房子 我住你楼下一层 老板您还会开玩笑呢 好幽默 我微笑着鼓掌 裤裆吓得追追已经软了 他出电梯前回头看向我 我嫂子是歪国人 他们一家现在在国外生活 前段时间他孩子要出生 所以去的情人 这房子现在没人 放心住吧 夜晚雷声大的吓人 难得想在一夜早睡一会儿 快要睡着的时候 柳如烟打了电话 帮我去看一下店长 我迷糊地问了声 那楼上没停电吗 我开了一下床头灯的开关 没有啊 太久没过来 可能是欠费了 你来帮我重新插一下卡可以吗 我可以说不可以吗 只是嘴上还是没出息答应 好的老板 随手拿了件外套走楼梯通道去了楼下 输入他刚发来的密码 电卡就放在了进门的鞋柜上 拿着电卡到外面的电箱 重新击呼一下电查 再次拉开门 房间内滴滴滴滴 各种电器重新被打开的声音 映入眼帘的是磨砂玻璃 后面映出一个人影 里面传出来花花的流水声 怎么会有人设计的浴室 正对家里大门呢 水声关闭 柳如烟披着浴巾从磨砂门后面出来 头发还在滴着水 和平时端庄严肃的造型完全不一样 他出来就站在浴室门口 和我对望 谢谢 我刚刚不太方便 麻烦你了 我的眼睛不自觉地顺着他的春光往下滑 等反应过来时只感觉鼻子一热 妈的太没出息了 肯定是最近太上火了 说完我就抽出床头的卫生纸 马不停蹄地跑进厕所 第二天回家坐电梯时 又遇上了柳如烟下楼扔垃圾 他先开口 刚回来 我做好了饭 一起吃 好不容易今天一腾城有事 没拉着我一起吃饭 回来居然又碰上柳如烟做饭 不用我点外卖就好 家常菜 随便吃一点吧 就当感谢你昨晚帮忙 我就是这样 一旦有人邀请两次 我就不好意思再拒绝了 我的嘴只允许我拒绝别人一次 好我跟着柳如烟回了他家 从包里把那张电卡拿出来 又放到他的鞋柜上 之后柳如烟总是会在 一腾城不行我吃饭的时候 偶遇到我回家 然后邀请我一起吃饭 也难为他每次想 各种我不好拒绝的理由 一个月时间过去了 游戏正式上线 我的工作内容 也没有之前那么多了 首发热度很高 柳如烟每天都在外面 做各种宣传 他把我喊到了楼上 贺强和我一起 老板你不是有两个助理吗 他们的工作都很忙 你和我去 一个简单的采访 想去介绍一下 你设计的人物初衷吗 我看着那些话筒和摄像机 摇摇头 那你在后台等我 柳如烟从善如流地 应对着那些记者提问的问题 工作中的他 好像有一种特殊的魅力 让人把目光放到他身上 不想离开 采访结束 柳如烟回到后台 我给他递过去水杯 走回家吧 我们开车回了小区 我习惯的暗了 18楼和19楼 柳如烟又取消了19楼的案件 不吃饭了吗 平时都是柳如烟先回家 等我到家的时候 都已经做好了饭 今天我们一起回来的 哪里还有饭 他抬起手表看了看 我让厨师提前过来做了 现在应该已经做好了 到他家里时 餐桌上确实放着四菜一汤 我去厨房拿了碗和筷子盛汤 柳如烟回房间换下他的裙子 穿了轻松的家居服出来 好像嘴被养掉了 今天的菜吃起来居然觉得一单单 吃过饭后 柳如烟看着我 下周宣传工作就结束了 我们可以谈一谈了 我有些莫名其妙 嗯谈什么 谈一下我们之间的相处方式 柳如烟自顾自的开口 既然他破产了 你又不告诉我他怎么养你 我只能按我的方式来吧 衣食住行工作工资 都给你安排好 还有哪里做得不到位吗 按照我对你的了解 感觉你更喜欢从工作中 找到自己的价值的 如果你想不工作也可以 我完全尊重你的想法 没间有一丝烦躁 好像是困扰了他很久的问题 还是你真觉得 我当你的小三就不能上班 你真不想我工作的话 我可以从现在开始培养我外甥 大不了让我哥垂帘听证 就是把公司业务挪到海外有点麻烦 他当我的小三 好小众的话语 我重新理解一下 我打断他 你外甥多大 两个月半 你放过他吧 如果非要逼我在工作和爱情里选择一个 我选你 我抬眼认真看他的表情 我们之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 是你说的有人养你了吗 如果你认为你和他之间不是爱情的话 那我承认我多想了 好大的乌龙 我笑不是爱情 是友情 是亲情 那是我十多年的兄弟 柳如烟不可置信地停了两秒 兄弟一个男人 那你不会是个 我感受到他好像不是在开玩笑 问那老板你喜欢我什么 我这么普通 柳如烟挣了一下 你都忘了 忘了什么 柳如烟拿出手机 点开绿泡泡背景往下拉 是一张老虎的卡通形象 这老虎真眼熟 好像是我第一本漫画的角色 柳如烟是我的粉丝 不对 这个老虎是用一个颜色画出来 不是我的手稿 柳如烟又去书房里拿出一个盒子 打开盒子 里面是一只蓝色的彩色铅笔 铅笔的尾部刻着他的字母 这是我的 柳如烟看我还是没想起来的样子摇摇头 又翻出来一张照片 照片里的小男孩是我 旁边歪歪哭的小女孩 我对比着手机 又凑近看了看柳如烟的脸 忽然有一段记忆闯入脑海 游乐场里 我爸把我放在一个长凳上去门冰淇淋 长凳另一边坐着一个小女孩 她也自己一个人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坐着坐着就开始了 我走过去扯了扯她的袖子 小妹妹别哭了 我给你画画好不好 我比你大我是姐姐 哎呀那不重要了 你喜欢什么 我给你画一个 我拿过书包翻出来画个合笔 小女孩想了想看着我说 我喜欢老虎 最厉害的老虎 我给她画了一张卡通小老虎 她哭得更厉害了 老虎不是这样的 可是当时的我只会画卡通画 那我给你糖好不好 这个糖可好吃了 我从口袋里翻出一块水果糖 我看了看身上也没有其他的东西了 克强走吧 我们去玩旋转木马 我爸拿着冰激凌冲我招手 这支笔送给你吧 你喜欢什么就自己画一下 别哭了 我把笔送给小女孩 就去找我爸拿冰激凌吃了 我指着照片问 这是你 他点点头 爸爸答应了我一个月要去游乐场 不过他工作一直很忙 终于有时间带我去的时候 刚进去就被一个电话叫做 爸爸去了旁边的餐厅借店员去工作 我闹脾气不肯跟他进去 我问他为什么不能等回家再工作 他说只有最厉害的老虎 才能掌握别人的命运 他还不是 我知道 他也不想在游乐场把我扔下的 所以 我把老虎画成可爱的样子的时候 他才能生气 第一次连载画的就是童话森林 不过那时候年龄太小 那本漫画并没有挣到钱 真正挣钱是从第二本漫画开始 一个名叫 老虎是可爱的吗的大姐 天天在我更新的章节里刷礼物 把我刷成了荡月礼物榜第一 从那以后我才被人知道 我一下子反应过来 你怎么知道这是我画的 毕竟能把老虎画这么丑的不多 我捏着他的柔软的小脸 母老虎不能像你一样可爱吗 柳如烟贴着我的脖梗蹭了蹭 如果有人给他足够的安全感 他会变得观顺温柔 也许也会可爱 柳如烟翻来 终于又找到他了 把老虎画成这样的 也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了 自从发现了他的账号后 每天放学回家等着更新 是我最平常不过的事情 看着森林里的那帮小动物们 可以生活得那么恶心 我觉得 就算等我当上老虎的那一天 也不会让其他小动物加班的 这部漫画没有更新很久 这个账号就提供了 账号再次更新的时候 就换了另一部新漫画 画的是什么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 我和他之间又有联系了 听说他现在因为缺钱去找工作 我就每次在他更新后 给他刷最贵的礼物 我找到他的老板 花钱买断他的合同 把他挖到我的公司里来 这样 好像我们的距离会变得更紧 怎么漫画不更新了 难道工作太多了 过去问问 真到了公司又不知道怎么开口 只是和他对坐着就挺好 看他这样装作忙碌的样子 还挺有趣 没想到晚上到家的时候 却显示漫画更新了一张 我登录 老虎是可爱的吗 账号熟练递刷了两个最贵的礼物 第二次去公司时 晚上回家又更新了一张 我觉得不是巧合 每次等的着急 就会去公司做一做 晚上就会收到一张更新内容 这小子 上班时间坐我对面摸鱼 胆子不小 但是能看到新更新的漫画 原谅他了 有人养他 怎么样 养一个人还会让他工作吗 他要辞职怎么办 看到他朋友圈的一瞬间 我的脑海里闪出了好多问题 很久没有产生过这种着急 却无能为力的面头 我只能赶紧打出一句 别辞职 这个小子到底有什么魔力 能让刚认识的女人 愿意出五百万养他 不重要了 反正我更有钱不是吗 如果他喜欢钱 那我就用钱把他留住 听起来他并没有想 和那个女人分手 但是也并不介意多一个人 只是他的要求好苛刻呀 想当他的小三还不能上班 是怕我工作太忙 不够时间陪伴他吗 之前还在考虑 怎么让他来总公司工作 又怕他看见这么多人不自责 没想到这么好说话 走的时候太高兴 忘记把一千万给他了 他来公司报到的那天 我又把支票拿出来 给他支票应该可以 让他自由分配这些钱了吧 没想到他竟然告诉我 他的那个女人破产了 也不知道是破产了 还是这个傻小子被骗了 五百万说没就没 傻小子 擦亮眼睛看看 还是我更靠谱一些吧 怎么才能让他过来吗 绿泡泡突然收到一条欠费预警 电费账户只剩下十元钱了 有了 大晚上的开着口条 跑步机 电视机 把各种需要充电的设备 都插上电源 刷着手机上的电费 一点一点往下掉 两个小时后 只剩下最后一元钱的时候 又把刚刚打开过的 各种电器关闭收好 去浴室里冲了个早 刚打开吹风机 停电了 我拿出手机打开绿泡泡 又担心他万一看不到 绿泡泡消息怎么办 想了想还是打电话吧 大门的声音解锁 我听到他进来了 没几秒 房间里的灯又恢复了光亮 我从浴室走出来 起了逗弄他的形式 就站在浴室门口 直叮叮地看着他 看到他脸红着落荒而逃的样子 是有点可爱的 我是不是有点冒昧了 不过这才是我印象里的他 灵动可爱充满活力和小时候一样 和公司里那个贺强一点都不一样 看来还是要多制造 几次工作之外见面的机会 我习惯得在睡觉前 打开那幅画风幼稚的童话森林漫画 脑海里却一直不停出现 他今晚的样子 能在我最难过最孤独的时候 让我看到那样一幅温暖漫画的男孩子 一直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完结族人们快回村吧